泰国第一起中东呼吸综合症MERS 确诊病患的两名家属出现了咳嗽和发烧的症状 当局已经对两人进行检测 还在等待检验结果 另外 泰国也对清迈一名来自韩国的游客进行检测 而韩国的疫情则有减缓的迹象 世界卫生组织呼吁亚太国家加强防疫 遏制病毒的蔓延 韩国MERS疫情蔓延迅速 引发医护人员不满 几十名医护人员在最开始爆发疫情的三星首尔医院示威 抗议政府对医院控管不利 造成好几十人在医院染病 激州岛一家曾有确诊病患入住的酒店 为安全起见也决定暂时关闭 韩国疫情已经重创经济 首尔民众人心惶惶 餐厅和商场都不见人潮 商家生意惨淡 不过韩国疫情有所缓解 星期五新增一起死亡病例和一起确诊病例 是两个星期以来新增确诊病例最少的一次 而泰国的第一起确诊病例 患病男子病情稍有好转 当地公众表示 对政府及医院的防疫措施有信心 卫生部表示将持续追踪 同患病男子搭乘同一班级的 一百多名乘客的情况 并在机场未来自由染病风险国家的乘客 检查体温 泰国首相巴育也呼吁公众不要恐慌 指政府已做好准备应对疫情 我们就开始了 馬桶